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8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讲一个网上 一个特别火的翻转事件 专头今儿看牙去 牙还肿着的 嘴还肿着的 回来一看差点没给我笑翻了 怎么回事呢 之前咱们刚刚说过 那个眼中有光的小夫妻 亮亮丽君 之前消息说 他们是要收拾铺给回老家去 咱们专门还做了一期 为他们惋惜 结果今天就被翻转了 你猜怎么着 人家被招安了 突然宣布 我们不回老家了 我们就在郑州创业了 而且眼中的光不仅没消失 而且更亮了 亮瞎了太金的狗眼 所以这怎么回事 网友是网上一片骂声 很多之前祝福他们的网友 纷纷的是粉转黑 骂他们不得好死 有人说这些人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一方面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事 另一方面我也告诉大家 你们也不用去骂这个亮亮和丽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现在选的这条路 比他们之后 就之前选的那个回老家 其实更惨 等着他们的苦难在后面的 我们今天也大家给大家详细的论证一下 并不是我放人家 并不是我咒人家 而是他们真实的有很多决策 做错了 那我们来详细论证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首先还是三言两语 把这前因后果简断的说一下 因为有人不知道亮亮丽君是谁 亮亮丽君看图片就这两位 他们之前在中国国内买了重创的烂尾房 后来被讨要钱 他们眼中原来充满着希望 希望生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好 那后来爆雷之后 眼中的光逐渐消失 他们一度成为了中国普通人的一个代表 一个抽象的集合体 他们凝聚了很多中国普通人买了烂尾房 而且生活无望的悲催的人的希望 就是这对小夫妻 其实让我们现在网上特别火 好 前情交代完之后 咱们回到现在 大家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这个亮亮丽君里面 这个丽君抱着孩子 端端正正的坐在这拍视频 他说我不回老家了 我决定留在郑州创业 那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说 专头你是不是误会人家 人家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 人家是不是没招弯 不是的 有这么几个破绽 根本无法反驳 首先第一个 最有力的破绽是什么 就是他们本来都已经心灰意冷了 他们因为不满意 因为要一个交代 是吧 没有人给他们 他们自己拍视频嘲讽 拿交代把自己嘴堵上了 告诉说这就是交代 然后他们全网被封杀了 所以他们起了小号 新直播五分钟 又被封掉了 在那五分钟里边 他们说的全是积极正面的话 但是也被封掉了 让他们说他们回老家了 这是之前的情况 对吧 现在突然全网解封 对你没有听错 亮亮丽君全网解封 不敏感了 而且不仅不敏感 你看他拍摄的画面 以前的画面没有构图 对不对 没有打光 就特别真实 也没怎么太化妆 那画面的成像 就是土的掉渣 结果你看现在这个视频 虽然人还是这个人 但是你看 亮亮没出现 你说之前的画面 都是这个夫妻两口子 你怎么现在只有立军一个人 抱这个孩子 亮亮在哪里 对吗 有人说亮亮拍摄 注意这一定不是亮亮拍的 就是那个老公 他老公那个长相 就有一副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亲和力的脸 你就看看亮亮这个长相 普通 但是透着一股横和倔和这种 顽强的劲头 但是立军就柔和很多 再抱个孩子 就这种宣传套路 你要说不是官方的 我打死都不信 而且之前他老公 也不是没给他媳妇拍过 那个视频歪七扭八的 手机随便往上一架 就开始说了 而且很多都是竖屏的 怎么 现在突然开始横平了 开始四平八稳的 关键是 以前他们拍那么多视频 有媳妇抱着孩子 带孩子的时候拍的 照片 有视频 但更多的传播流光 更广的是他们俩的 那会儿孩子呢 他妈妈他身边有亲戚帮忙带的 为什么拍视频的时候 立军坐这还要抱个孩子呢 柔和 懂吗 柔和 因为被打的最惨的是那个亮亮 那个男的 之前出镜的 大家看见照片 对吧 是他 这女的女主一直就是哭 而且那个要个交代的 也是男主 贴交代的是这女主 这兜里边都是细节 都是符合宣传部门考虑的 你就说 刚才我说这几点 哪一点是他们两夫妻 这小脑子 能够考虑清楚的 能够想到的 没有 对不对 都是宣传部门的 所以宣传部门给解的封 突然解封 你说要和封个15天 封个半个月的啥 这是正常规矩 至少是7天吧 时候没到呢 突然解封 又突然全网又开始宣传 然后话锋又大变 然后开始有人要给他们投资 要帮助他们 他们那么惨的时候 怎么就没人投资呢 他们那么惨的时候 生活中眼中光都熄灭的时候 这些百元富翁 这些富豪在哪呢 怎么突然一下就这么多人投资呢 背后是谁 还用说吗 如果您说说到这份上 您还觉得说砖头在造谣 说他们没有被招安 行吧 您高兴就好 好吗 招安的事情 我们就论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他们招安之后能干嘛 或者说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被招安 其实这一点我是有一点 我这个自打我这个频道开始来 我是有一点 第一次开始有点怀疑 是不是那么郑州政府 派人专门在翻墙网上看我视频了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事情的做法和手法 当然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巧合 但是他们的做法跟我之前喷郑州政府 大骂河南政府的时候 跟我那说的反面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我们先快速的 我们用加速的手段来看一下我前面怎么说的 两万人专门只有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郭仲弘你想想想最好处理方法是什么 中国政府假设咱们签合立场 假设咱们现在不是海外的吧 咱们都不是自由世界的咱们都是生活在墙内的咱们就是河南政府 掌卯子的人应该是什么 把容创叫过来 你呀这是做的不地的 我们现在为本已经很难了 你现在还打人 你想干婚了 现在政府给你个要求 咱们上面的路子 咱们上面的关系谈词咱们上面 下面你呀现在抹铃的回去 把亮亮丽君夫妻这事给我摆平了 两万是吧 明亮两万私底下你给我赔二十万 然后你告诉这俩小夫妻 这二十万一个字不许提 一个字不许提 这套法我倒是送他了 房款不用你还了 但是这事不许提 你们敢透露一个字 敢让我从社会上听到一个字的风声 你们小夫妻这房别要了 你们小夫妻这俩人你们都别变活 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夫妻 然后直接把他们小夫妻的嘴堵死了 你想想让你去这个夫妻 如果说到砖头给的这样待遇 给的这样条件 他们不乐疯了 马上自己注销账号 然后诚心诚意跟政府请罪 然后人家消失了 网上一片太平人家得自己的实惠去了 而荣创得到的是什么 荣创付出的不过是微不足的 九牛只一毛 然后这一根毛还分成十万份 就这点钱 代价微虎其微 突略不计 这是我们的处理方式 我们长脑子的人的处理方式 保证给你摆平了 好 大家看完了没有 我这条说法其实方法不值一提 OK 简言以概直 那就是用充足的好处 把它砸晕 把它砸成自己人 然后让他把嘴闭上 把负面效果降到零 这是兵法上也好 国际外交上 经常采用的手法 只不过之前河南政府足够蠢 把这个事情搞得足够烂了之后 他们可能是 也许是看了我的视频 也许是别人给他出了招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他开始采用这招了 你看我们来推导一下 后面会发生什么 现在中国国内 很多人因为力捐的事情 不满量量力军的事情不满 那好 我们现在就帮助他 你看跟我说一模一样 扶持他 给他投资 给他投钱 让他是带货也好 或者干嘛 你说他们俩能干嘛 之前有网友看他们收入家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后面有很多制物柜 就跟快递柜一样 上面放着一些样品 很明显小两口也是做过直播带货的 只不过没做起来 现在有人给他们投资 有给他们投钱 借用他们的名声去直播带货 想要利用别人同行他的心 让他们能够挽救郑州形象 观众朋友你想想 亮亮力军如果没有后面被招安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英雄 一个悲剧的英雄 一个用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 试探出了中国河南地方政府 有多么的恶心和多么的冷漠的 一个悲剧英雄 所有人都知道 以后投资别来河南 去哪都好都别来河南 河南就是个地狱 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他们原本的社会作用 但是现在一被招安之后 他们马上接受待遇什么 专业的摄影培训 专业的摄影器材也清晰了 也有构图了 从这个画面利益 都有专业人员也给你进行配合了 后面他们的 不管是要干嘛 比如说开个直播间 或者做个什么小生意 你放心 一定会有一些配合宣传的视频 比如说执法部门 我用屁股想都能知道中国 尤其河南地方政府他们会干嘛 他们那点水平 他们那点道性 就基本上一决屁股就知道他拉什么事 不是我吹 一定会有 比如开个门店 假设是开个门店 一定会有一些警察叔叔帮忙扫血 城管帮忙维持秩序 有人来打杂 找立娟他们麻烦警察维护 我们河南不允许别人欺负 类似这样的 如果他们搞直播 你放心 他们的直播一定会有流量 不管他们播的再烂再差 带货视频再恶心 再业余 他们也一定会有流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政策需要 观众朋友你想一想 就是亮亮丽君 咱们客观的说 不包不不贬 亮亮丽君带货能不能活起来 我告诉你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但凡有点脑子的 都不会去看他们的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呀带的货 最大的一单货 叫做融创的房子 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咱们举例的 比如说头部李佳琪 薇亚 李佳琪薇亚曾经住在那种 就在那种 一个隔断一个隔断 就跟古代厕所一样的 一个小哥哥一个小亲 门口拿一个手机 拿一个那种圆环的光 打脸上那种 跟那直播带货 人家是从那种 我说的难听点 像毛坑一样的底层爬下来的 而且李佳琪 人家就说李佳琪吧 有充足的充分的经验 卖美妆 人家是化妆的专业人士 我为什么看带货 我信任你 对吗 我信任你的专业 信任你的品质 信任你的口碑 信任你的人品 我才看你的带货 我尝试去买 我看你了 就认评说 我有意向 想依靠你的某一项专业水平 然后来帮我省钱 就有点事儿 现在一些明星也是一样 明星利用别人对自己的认知 那我至少听你说一说 然后产品在好 服务在好 价格在实惠 拉住回头客 这个直播间的流量 人气稳定住了 然后人来送往 慢慢发展起来 这是直播正常的玩法 你别看我不玩直播 我很懂这个东西 那我问你 亮亮力军 他们靠什么 你告诉我 你想嘛 亮亮力军 靠什么 能够让别人相信说 买你们俩带货的东西 就能够让我省钱 而他买的好货 你告诉我 答案在哪里 因为凭你们买了 融创烂尾楼吗 对 这完全是负资产 OK 并不是知名度 就等于贷货的成功率 OK 这完全是不划等号的 好吗 这种想法 只有两手不沾 什么阳春水 何不食肉迷的 中国地方政府 才能想得出来 他们就 他们这个简单的脑子 那个大脑 除了花园洋房 会所嫩模 海天盛宴之外 他们唯一能理解的 就是名气等于流量 其实是错的 量力军 他们只有负能量 或者说负的名誉 负的可信度 咱就这么说 能看他们夫妻俩 这个直播卖货的 要么就是爱心人士 就当失所了 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的 相信 相信他们 对吧 这个话题 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所以 这个他们俩 根本就不具备 创业的条件 但是硬要创业 那你请问 是谁给他们的自信吗 对不对 咱们再来说完这个事情 咱们再说说创业 之前中国政府干过一个特别恶心的事 就是忽悠大学生去创业去 我说实在的 这招特别断子绝孙你知道吗 有人觉得 那大家怎么了 市场的创业勇敢试错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什么叫创业 咱们就稍微聊聊创业 聊两句 简单的 创业分两种 一种简单的 一种难的 简单的是什么 是市场有了需求 但是没有相应的市场主体 如店铺商家或者服务机构 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 你找到了这些需求 然后你去满足它 你创业一个主体 这就叫做创业 先有市场需求 再由你去满足它 这一点理论上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上在内卷的中国 所有你能够找到的利润点 市场的需求 基本上都被占满了 OK 更别提现在中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消费降级的情况下 连原本已经有的需求 都无法满足 都无法继续维持 你这个时候跟我说 你去创业 创你奶奶个爪 哪创去 对不对 这是简单的 男的呢 那比如说叫开创需求 开创需求 什么叫开创需求 比如说马斯克 比如说乔布斯 比如说等等过去微软 等等这些年一代一代的 原本人们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这方面的需求 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手机吗 你知道什么叫特斯拉吗 你知道什么叫微软吗 以前那个电脑 还是就是特别老的那种 那种电脑的时候 对吧 你都不知道 那么他们开创了东西 然后他们开发了市场的需求 OK 然后人们知道 我突然意识到我有这个需求 人家那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来来来来来买来买来买 这个是最牛逼的 但你觉得亮亮丽君 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你觉得他俩有这个本事吗 也没有 所以综上所述 他俩创业不是说九死一生 是要十死无生 那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个创业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 至少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想应该是吧 OK 但是他为什么突然不回老家了 政府给钱嘛 突然就有了自信了 政府帮忙的事情 我还能对吧 没问题 我们的房子也会解决的 我们的事业也会解决的 从个人来说 其实怎么说呢 按照同情心来论 而且是狭隘的 狭义的同情心来论 我希望亮亮丽君他们好 毕竟他们之前经过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如果按照广义的同情心来看 其实他们经受的苦难 难道那些被他们所代表的 中国底层被坑害的2000万个家庭 烂尾楼家庭 他们就没有经历过吗 亮亮丽君 只不过是亮亮被打了一下 也没打死 中国很多被强拆的祖坟 被刨的 自己找个地方 自己挂东南枝的 人家的冤屈去哪数啊 观众朋友们 您想想这事 对吗 所以跟整个的大世界 全体普通中国贫苦百姓相比 他们受的那点委屈 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很多人我说你们不用去咒骂他们 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 这两口子 他们这一次的选择会更倒霉 为什么呢 刚才咱们解释了他们被招安的原因 解释了他们无法创业成功的原因 那么好 既然他们的身份无法成功 但是靠着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 用政府调资源 在未来会给他们流量 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东西 会炫耀 或者说是要渲染他们的勤恳和成功 那么形成表象之后 你知道中国绝大多数 90%以上的人是不翻墙的 他们不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一样 您看砖头的视频 咱们聊 甭我说的对也好错也好 至少给您一定的启发 对吧 至少我传递的信息 是现在国际上一流二流的 这种新鲜的消息 您能够实时掌握动向 判断的方向 但是国内很多人不翻墙 那些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也看不到咱们的分析 那他就会觉得 你看亮亮丽君政府出手了 或者他们根本想不到这种 就说你看时来运转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只要坚持下去 我也能够时来运转 或者说他进一步想 确实是政府帮忙了 但是你看政府能帮他 那都不能帮我吗 至少政府不帮我 从他们画面来看 哎呀 你看 这个河南政府是知错就改的 那河南最近的风气一定不错 一定有很多的机会 是我们去郑州创业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年 掏空六个全包 我们好不容易用积累点财富 我们投到郑州去 投到河南去 让在河南我们发大财 您想想他们结局是什么 他们的结局会被吃干抹净 连根渣都不给你留 观众朋友们想想吧 上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被招安的矮黑胖子 叫什么名字 他叫宋江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霎 一百单八将 最后下场如何呀 炸干了你的使用范围 利用范围之后 让你去凭什么方辣 又干这干那 梁山好汉就在原柱里边 大部分都折在这个东征西战 南征北桃上 最后怎么样 一杯毒酒 这不是啄酒了 一杯毒酒是喜相逢 李逵怎么死的 他亲爱的哥哥 亲手把他给弄了 对吗 所以当政府榨干亮亮力军的 这个使用价值的时候 抛弃亮亮力军的速度 绝对会比当初宋朝的朝廷 那个皇帝老儿 抛弃宋江和梁山的速度更快 但是当年的那种恩怨 在古时候 信息不发达 消通不发达 流通不发达 消了也就消了 人死如灯灭 可眼下你亮亮力军 在作新的大死事 你们炫耀你们的幸福 也许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所渲染的幸福 会成为为郑州政府 为郑州百姓 为郑州市政 占街的一个注脚 一个背书 那么其他人 因为相信你亮亮力军 相信你所渲染的 美好的河南环境 来了之后被坑了之后 你觉得他去找河南政府呢 还是会找你们两个小夫妻 这里就要说一点 人性的丑恶之处 OK 说点人性丑恶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一个段子 以前有一个将军 十恶不赦 这是网上的段子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 这个十恶不赦的将军 他得了重病了 有一个医生要给他开刀 治他这个重病 把他里边长到一个什么东西 给他切出来 正当手术进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医生伸手要旁边的护士 给他拿手术刀 结果护士拿过手术袋 扑扑 就给了这主治医生两刀 一边捅一边护士 泪流满面 说医生你是个好人 我很敬爱你 我很佩服你 你是我的师父 但是 这个将军是个大恶人 我不能让你活着去治好他 他必须要为他做他的罪孽 买单 这个报应 你知道这个医生 这个故事后面 这个医生怎么办 医生痛苦地倒在地上 用手捂着肚子 那血哭哗的滋出来 颤抖了就说了一句话 那你他妈捅他呀 这是个段子 OK 但是我们都明白什么道理 对呀 你这么恨这个将军 他都躺在病床上 你直接弄他呀 你弄我干嘛 中国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 OK 很多都不公 有些人比较勇敢的 像什么杨家呀 欧金忠啊 张寇寇啊 是咱们前两年都报道过的 他们直接找到了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左转市政府 他们去找那边报仇去了 可还有那么一些人 属于刮怂 或者叫什么怂 不管叫什么 他没胆找政府 怎么办呢 他去报复社会 去无差别的伤害那些小学生 这个例子 中国这些年多了去了 我就不说了 你看 两种人 那你觉得那些被河南坑的人 他们是敢去找政府 或者说他到那个时候 他还是有能力去找政府 政府高强大院 又有武警站岗护卫 他可能得不着 那农民工讨薪 只有最没辙的时候 他们去找政府去 拉横幅 然后被暴打一顿 一般的时候 农民工讨薪找谁 找他们的包工头 对不对 而包工头有的是蓄意不给 可有的很多包工头说 说我不是不给兄弟们 我的钱被押起银行扣着呢 银行不给我钱 我怎么给你开公司 那我不管 还记得吗 很流行的 很有乡土气息的话 那我们不管 你孤独我们 我们就认识你 这个场景 在未来 我把话撂着 很可能会发生在 亮亮丽君他们夫妻身上 那帮人 他们可不敢去找 河南政府的麻烦 他们就会找你 亮亮丽君的麻烦 我们看了你的视频 我们会用你的视频来的 他们目的是什么呀 他们未必是真的 这么相信的 但是他们不敢找政府的麻烦 他们会讹亮亮丽君 你不是有政府流量吗 你不是挣他钱了吗 来吧 我赔了钱 你多少得给我点吧 我是看了你的视频 我是相信了你 我才来的河南 现在我赔的一顶着到 你至少给我个几万块钱 让我回家东山再起吧 过分吧 到那个时候 亮亮丽君 你们怎么办 对吗 这是龙潭虎穴 你们眼睛里面还放着光 还亮瞎了太金的狗眼 以为找到了靠山 找到了大腿 河南地区将来 如果城投债爆雷的话 河南地区 不管说是全国之罪 但绝对是第一等的爆雷地区 你们到时候怎么办 所以总而言之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亮亮丽君 他们始终就是吃了不懂政治的亏 因为他们不懂政治 更不懂经济 更不懂由中国独特的政治 催动的中国经济 他们买了烂尾楼了 对吗 他们是因为不懂政治 今天他们再次一脚踏入 这个已经没有回头路的深坑 这个政治的黑潭 同样也是因为他们不懂政治 早些年 我刚开始这个做视频的时候 有人说死秃子你就知道上纲上线 什么都扯政治 现在还有没有人这么说话的 这样说话的人你还活着吗 看看昨天咱们刚说的王刚吧 一个厨子因为不懂政治 都得被迫立誓 说我再也不做蛋炒饭了 然后现在连这个视频也被删掉了 一个厨子炒菜的做饭的 你不懂政治都不行 在中国这块地方 我的口号或者我的观点一直如此 观众论我们一定要懂政治 但我们不要去参与政治 中国政治无比的黑暗 永无光明之日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渗进去 你没有后台 你没有背景 你就是个死 不要参与进中国任何的政治的运动 尤其像亮亮力军这样的 去政府背书站台 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 这龙坛虎穴你也敢往里进 我只能说无知者 无畏 好吗 所以今天您听了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 您还为亮亮力军感觉到纷纷不平吗 还痛骂他们不要脸吗 他们的苦难在更远的未来 我遇见谁在更远的未来 遇见谁啊 你会遇见河南政府 OK 您听完之后 心里作何感想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咱们进行交流 对于本期视频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同样咱们一锅会 一块在评论区咱们进行交流 最后 如果喜欢这种多视频的话 千万别忘了给转头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